这个垃圾斗装的满满的 看看全部都是垃圾 这300块钱花值了这是 妈呀你看看这都是什么东西啊 你们家里有没有这么多没有用的东西啊 看看 等一会人家都过来拉了都拉走了 垃圾车过来拉了 放在这一个星期 装了一大斗的垃圾 看这么大车他们怎么拉呀 怎么放上去 可给我俩累坏了这一段时间 我是真心觉得这300块钱花的超值 还是你们喜欢的洋女婿也有远见 这幸亏这就我的垃圾斗 要不然你说这么多没用的东西 从哪里去啊 还有棚啊 这是什么 这个自动的这是啥东西啊 害怕的 可能害怕它掉下来 走了走了走了 终于干净了 刚刚洗完澡收拾收拾 垃圾车也被人家拉走了 然后屋里边也收拾的差不多了 8899了 能装的东西都装起来了 所以说现在就等着板了 还有呢就是要谢谢朋友们昨天在视频下方的留言 原本还紧张过度的我看到你们的留言之后心情好多了 因为没有出现过这样的状况嘛 就忽然发现那个小腿疼嘛 然后还有疙瘩 所以就紧张到不行 然后洋女婿今天早上一早就给医院打了电话 然后预约好了也 星期一早上10点我去做检查 看看医生怎么说吧 反正我看到大家留言 就是说的好多不同的 有的说就是累着了 有的说是那个什么 静脉曲张 也有的说是什么什么脂肪瘤 还有的说是因为腰可能过度劳累 引起的这个腿部 这个供血不足 所以好歹听了你们这样说哈 没有太大的这个这个毛病哈 我这个心里今天一天安静多了 昨天啊我的天我真是七上八下的 加上也确实有点劳累这段时间 因为要忙家里的事情 也要收拾东西 也要带孩子 还要忙自己的事业 所以就是好多事情挤压到一起来哈 我觉得是有点那个疲劳过度 也不管怎么样 反正是有你们在我背后哈 我就是有什么有什么事情 大家都都都过来 然后帮我出谋划策呀 然后帮我解决难题呀 我最起码看到你们的评论哈 这个心里是安定的 没有那么浮躁了 心里一晚看结果 哎呀真的很感谢你们啊 你看我这个头发洗完了 也没有吹乱七八糟的 这一段时间 这个脸色也 也下降了哈 我真是发现人 劳累过度 真的会第一反应在这个脸上 真的 你就是化了妆哈 你也化不出来 平日的那种光彩你知道吗 因为它皮肤的颜色 它暗沉了嘛 什么样的事啊 那你过来拿妈妈这儿吧 妈你要喝牛奶呀 去给妹妹拿她的牛奶 儿子 谢谢朋友们哈 真心谢谢大家 真心谢谢你们 真心谢谢你们的陪伴 有你们在背后跟安心的支持 还有陪伴 我总是说哈 我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虽然 没有父母在身边 没有兄弟姐妹在身边 但是我能发发视频 跟你们聊聊天 在这自言自语的 心里也舒服多了 也是一种极大的安慰 真的 所以这就是安闲的福报 真的有你们就是我的福报 我希望我们的友谊第九天长 也希望这个疫情赶快过去吧 然后中国解封了 我们就可以顺利回国了 到时候安闲也可以跟大家见面了 是吧 妞妞 是吧 乖乖 来给阿姨娘 阿姨娘娘 好好她要去上午一天见 回来了 然后呢很多朋友也都在期待 我们的这个新房子 到时候差不多月底搬 然后搬好了 我到时候会跟大家 录一个一镜到底的视频 给你们等我们整理好 妈妈娘 你回来了 给朋友们看一看 看一看 给阿姨娘娘来 说阿姨娘好 阿姨娘好 真乖 小宝宝妞 是吧 乖妞妞 阿姨娘都想你了 是吧 小妞妞 看小妞妞的脸比我白多少 我这段气色真的不好 没事 过了这段时间把家安置好 好好休养一段时间 然后呢多睡一睡 很快就过来了 是吧 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 所以阿姨娘现在唯一最大的期望 就是希望移情赶快过去 现在国内上海也被封 还有其他的地方 我看新闻也都看到了 想出一点这个一级之力呢 也正在联系一些相关人员 看能不能捐一些物资过去 然后呢正在找朋友问 然后说上海外地的物资过不去 所以我们在想办法看能不能 就是在为这个移情的这个地区做一些这个捐助 尽量吧 因为问了两个朋友 他们说就是想捐物资外地的就过不去 只有就是在本地什么团购之类的 我们现在正在打听 希望能帮得上忙 不管是出多大的力吧 我希望能尽一点自己的力量 然后帮助一下自己的同胞 这是我的真心话 然后明天要把那些衣服啊都收一收 还有柜子里的就是其他的东西 都给它装箱子 就留下来能用的 像这些柜子里的东西都给它收起来 我们也早点睡哈 所以祝你们开心快乐哪一天 谢谢 爱你呢 爱你呢 好 拜拜 拜拜